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反望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斐抗亦平静制反望部》 好 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日本美女网红 都挺勇敢的 真是够沙泊 亦都可以说他买柳州目不自订 为什么呢 这位22岁的日本网红 就叫做 慧子 他就在印度 模仿 他们 是 浸在恒河水当中 结果 他当时就说很清洁 结果呢 清洁 你看看那些 河水的银色 你够胆说清洁 最搞笑的是 旁边有两个印度裔女子 在笑 我不知道 她是开心的 还是觉得 有个外国是这么傻的 很有勇气 很有勇气 我还不知道 一个小时之后 感到鼻和喉咙 相当不适 当晚 亦都有严重的发热症状 亦都吓了不少日本人 就说 你这样也够胆的 后来 这位 慧子小姐 接受日本媒体 访问的时候 就说 虽然做好了 会出事的觉悟 但是 进入 行河那一刻 感到 初初看到好像很清澈 后来她都觉得 好像有点恶寒 你拿来和日本当地的河水比一下 一看就知道 高下了 对吧 另外发烧等等的 症状 维持了两天才生存过来 亦都望公众不要幼稚母学她 这位22岁的网红 他原来在 新德里的日本旅馆打工 近日 他 发布了 当然在印度工作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习族文化 这也不用为命博的 慧子小姐 摄传了 一则自己前往 幸河体验 正身仪式的 视频 一早六点 她穿着印度传统服饰 除了鞋 模仿当地人 慢慢 行一 幸河 面对 太阳 雙手合一 之后 她的举动 就令到 很多 日本的观众 吓了 只见到 慧子小姐 整个人浸在河上 游泳 撕下鼻子 起床 再用双手捧起河水 洗了几次面 当时好像挺享受的 我真的不够想像 这些可能有些 整股节目 玩游戏 这些是大惩罚 是的 她那一刻好像挺开心的 还微微笑 也是很甜美的笑容 结果 当然不行了 你知道 印度的 母亲河行河 亦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污染 在 大流行期间 甚至有人把你记得 当时很多人离世 把那些仙人 放下河 就无理了 后来 因为 有河水上涨得很厉害 大暴雨 冲回了那些仙人上岸 对吧 不过当地人 不在意 他们认为行河 依然是非常神圣 照样在那里 大大小小也有 大家评估大大小小是什么意思 但是对日本人来说 应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接受 我 不其宴 本来想着感受一下 胜水 是可以洗净自己的心灵的位置 小姐 别玩了 别玩了 上岸 一小时后 就觉得 好像不对劲 虽然 他也说原来河水进入了鼻腔 他觉得 一阵的痛 当然 令到他的喉咙深处也很不舒服 他之后就说自己身体真的不太好 臉和脖子很热 喉咙也很痛 之后 他就说浸进去那一刻就感到一阵的恶寒 初初以为都还可以的都是清澈的 不是吧 鼻子很烫 当晚也发 发热症状出来的喉咙痛 鼻涕不断流 两天之后才好一点 才知道自己生存下来 按照卫子小姐的说法 他已经算是具有较强抵抗力的人 他也说 自己在印度 和 其他海外地区已经 数不清在印度 吃饭之后 即是肚疼 那些 吐咬有多少次 都忘记了 有多少次 那么你还去 还在这个海上的 这个 贫民窟 是住过半年的 亦都经常在这些污糟的海水里面 是换灑的 但是 他觉得 自己都叫做生惊百战 结果 在恒河都受不了 当然了 卫子小姐对日本媒体说 其实他都知道恒河不多干净 就说 不要说日本人 就连印度本地人有时身体都会出事 你又去 他就说 本来自己已经做好了会出事的准备 那他 之后就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学他 他亦都说 我17岁就去过恒河了 恒河的危险性我已经调查过的 当时很后悔 17岁的时候 就是他 只是 一只脚 浸到他那里就没有 没有够胆下去了 他就说但是现在 洗得干干净净 大过来 试下新挑战 但是现在看上去好像干干净净好幸福 但是叫大家不要模仿 干干净净 好东西你都说出 卫子小姐也说 事后已经收到很多人的短讯 叫他以后不要这样做 还有不少了解恒河 的人建议他要反省一下 自己也都学到很多东西 当然日本的民众就觉得你真的很露妄 不要拿自己的安危 去 冒险 其实批评他人比较多 虽然 有各种各样的游客 但是希望 不要给当地的医疗机构 和日本大师 带来麻烦 有什么他应该都送你回日本医疗 哈哈哈 亦有人说跟当地人一样 做一样的事行不行 人家是土生土长的 真正的旅游专家 绝对不会这样做 好好地 冲净净 吃干净的东西 亦有人提起 有位 我们之前有节节目也说过 就是一位 印度的首席部长 他更大胆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说 当时我们做了一次节目的罪 亨喝水呀 好干净呀 没事的 经过这么多年的淨化呀 这些胜水呀 喝一杯呀 聪明令你呀 精神爽利呀 结果他喝错 结果当晚就送到医院了 哈哈哈 这个真好笑 哎呀笑到 哈哈哈 还有 他那段行河 即那个首席部长那段 看上去的水都是清很多的 哈哈哈 哈哈哈 医院 哈哈哈 他都很大胆 这个首席部长 我都给他一个赞 莫迪记住呀 这个好部长来的 自己 自己的事 是不是 神龙氏 常伯草 哈哈哈 哈哈哈 那么当然 有很多人就说 卫子小姐 你们好东西 你们日本人真是厉害了 亦有人说 你们看到后面的印度人一直看着他 和我想法一样 在笑他 可能 后面的印度女子就说 不是吧 哇我们也没那么勇啊 是不是真的呀 是真的呀 哈哈哈 这个就是得淡笑 这些叫做KOL 或者叫做网红 为了是 难听说 为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出名 事实上 可能也是 可能也是 另外呢 恒河的介绍一下 其实恒河真是很重要的 恒河 是南亚一条主要的河流 是流经 不单只是印度境内 是流经印度北部到 孟格拉 全长是2525公里 流域面积很厉害 91万平方公里 达到印度国土的三分之一 恒河 亦都是世界 河流流量 前20的河流 恒河这个流域 是世界上最多人口居住的河流流域 有超过4亿人生活在这里 很厉害 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390人以上 当然 恒河的确确是印度人的 没有亲河 不过恒河现在被严重污染 对它流域的人类和动物 的生存是造成了 严重威胁的 就好像 在 亚拉纳西 河段 测得水中的这个大肠钢菌的数量 是超过印度政府 制定标准的100倍以上 当然了 恒河也曾经有个叫救救恒河 恒河治理计划 但是由于 贪污和技术不足 以及 缺乏良好的环境计划 其实 已经是 基本上等于是没有了这个计划 到现在是重大的挫折 救救恒河应该不行 其实上次那位 首席部长说 哎呀不爬的 他就以为我们一些治理很好 治理得很好 不要紧了 后来他没事 后来他是没事的 但是 当然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 这位这位阿姐我就觉得 实在太勇 实在太勇 真心地说 不应该是 拿自己的命去教育 拿自己的命去教育 当然了 恒河其实 也不是全部这么骯髒的 有些地方都可以的 其实 亦是 相当重要的 对印度经济很重要 虽然它的水 不是那么干净 有些河段 恒河流域 本来 未被污染之前 土壤相当肥沃 是为印度和孟加拉的农业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恒和它的支流 灌溉周边的土地 当地种植的主要作物 包括稻米 甘蔗 还有 是 橙油植物 还有薯仔 小麦 那么 沿恒的一些 沼泽 亦是在附近 很多人种薯仔 辣椒 芥辣 还有 芝麻 甘蔗 黄麻 等等的 这些 经济作物 另外 幸河 虽然它现在 严重污染 但是依然有些余孽资源 另外 它 有一件事就是 旅游 因为 记得 之前 记得 有一祸 这个 印度那么大祸 19的时候就是幸河 大湖折 是 那次真是惨 真是惨 不是开玩笑 就是大湖折 令印度 当时成为 19最多人种招 的国家 大湖折是印度教的一个重要节日 所以 去朝圣的印度教徒 会在行河聚集 大湖折 每三年举行 小礼 每六年 在 安拉 阿巴德 和 哈尔德 瓦尔 其实举行伴礼 每十二年 在四大城市 就举行一个传礼 另外 十二次传礼之后 即是每隔 一百四十四年 就会在 安拉阿巴德举行一个大型的 叫做 仪式 大湖折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去行河 叫做 淨化你的心灵 而且 还要有些 叫做 唱 一些 歌 他们很喜欢唱歌 集体进食 还有一些仪式 当然 这位 日本网红 执翻身材 以后就真的没有了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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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